这次的马来海啸卷走了多名重量级领袖 包括了公众党副主席努鲁伊莎 不过烈火莫西公主心中的烈火真的没有息 还引用了电影《未来战士》的名句说 我会回来的 努鲁伊莎在失去安华家族保里区巴东普之后 上传了短片和文字 表明自己用开放的心态接受败选 毕竟这是民主选举的过程 担任巴东普议员是他其中一个最大的荣幸 也一定会重回这里 因为在哪里失败就从哪里爬起来 是斗士的精神 同样败选的卫生部前部长凯里 则是形容自己已经尽力 可是显然还是不够好 很肯定的是这不会是终结点 他将会反思这次的失败 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毕竟过去两年处理疫情 让他身心俱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